主耶稣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这样子爱我们 常常用祢的话来建造我们 常常更是用祢亲自的同在 在这里安慰激励我们 走这条属天的道路 主啊我们真觉得 这个世代何等的黑暗 这条道路也常常叫人疲倦 但是感谢主 主啊祢以马利利 常常成为我们心里面 极大的安慰和喜乐 主啊当我们在交通 这么多神圣的题目的时候 祢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敬畏祢 也感谢祢 我们更是求祢把我们带进 一切属灵的实际 让这些内室的生活 与神同行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抽象的 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是我们可以享受的 也是我们可以见证的 主我们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第三大段 操练与 不是这个 被改变的关系 我们在主的面前 希望生命被改变 跟神的关系能够被改变 那这一个系列快要结束了 这是倒数的第二个题目 那我最后一个题目是 等到我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再讲 就是怎么样子走出灵性的低谷 曾经有人问我说 还需要再讲那个题目吗 我们都已经与神同行 这么稳了 这么高了 还需要那个题目吗 但是有的人就觉得真的很需要 我不晓得你们需不需要 那样子的题目 其实像我们现在讲与神同行 虽然性其实很高 那个境界也很宝贵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 能够持续地活在那样子的境界 那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的软弱环境的难处 跟一些特别的打击 会把我们打下来的 但是我们很感谢神 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个宝贝 可以 我们今天下午同工们交通的时候 还交通到这个点 我说我们会被打倒 但是呢 却不知死亡 像个不倒翁一样 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 你真是倒下去了 可是呢 因为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 里面有一个打不倒的生命 有宝贝在里面 所以我们至终还是会起来的 生命会起来 那我们这个人 整个人还是会起来的 所以我想我们回来以后 讲怎么样走出灵性的低谷 我也很希望你们如果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经历 怎么样子走出来的 可以写email给我 那我们让它变得更丰富 也很好 那今天我们是要讲超念与神同行 那我们背诵的经文是 弥加苏第六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 那这段的圣经 你就看见说 耶和华或是我们的神所在乎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门徒训练的主题 一个很关键的经文 神向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换句话说 也是我们将来跟主交账的时候 我们要交的东西 那大家千万不要只是 被这个上面所写的这样子的话 就限制住了 我在这里 他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说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公义怜悯 谦卑 我说过都不是我们天然人 救灶的人所能够有的性情 哪一个人敢讲自己义呢 没有一个人 对不对 哪一个人能够在主人面前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满了爱 满了怜悯的呢 我想我们也讲不出来 因为爱是圣灵的果子 神是爱 没有良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只有神是良善的 所以行公义好怜悯 那谦卑更不要说了 甘恩夫人说 罪慢死的罪是骄傲 那其实是永远死不了的 那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 你就晓得这个生命一定要被改变 生命一定要被改变 你如果只把它当作一个美德 去追求的话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 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在讲 character character 讲这个塑造品格 塑造品格 决定离不开救赎 决定离不开基督 决定离不开生命的 一定是要在这个根基上面 你才有品格 所以被改变的生命 就是一切的总结 这是根基 那么另外一个 讲到被改变的关系 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被改变的关系 就是与你的神同行 特别讲到那一个 所有的追求 公义也好 怜悯也好 谦卑也好 这是我们讲到 我们生命的状态 生命的性质 需要被改变 带来的目的 是叫我们能够 跟我们的神同行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讲超定与神同行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小事 这是耶和华神所要的 那如果你又把它 当作是一个要求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辛苦 其实我在讲到 神所要的 就是神要给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要公义 怜悯 谦卑 我们通通都没有 但是在基督里面 它是我们的公义 它是我们的公义 圣洁 智慧公义 圣洁救赎 对不对 这几件事情 都是在基督里 给我们的 换句话说 连圣灵所结的果子 全都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 所以神所要的是 神要给的 那同样的呢 与神同行 看起来好像是 神要求 但是是神要给的 所以你换一个角度看的话 其实全是恩典 全是神的祝福 因为你们从国内来 可能没有碰到这样子的环境 我们在台湾来 我从小生长的环境 是一个多神的环境 虽然我们眷村里面 信佛教的比较少 可是除了我们眷村的话 就是台南安平 那个拜鬼神拜得非常厉害 各种的庙都在那里 那每一次碰到他们的大节日的时候 那种马路上的游行 我不曉得中国有没有看过 那种 那个叫什么 就是又像马神 又像流神 又像什么那种 各式各样的鬼神 脸上黑黑的 然后有的是胡须 有的是那样子 然后踩着高翘 然后有些那种鬼神 还留了一个长长的舌头 你们看过没有 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有 那个 你看到那样子的神 你不会想去亲近他 说我一想到你 我心就觉得甘甜 你不会的 你会觉得近鬼神而远之 真的就是近鬼神而远之 你就觉得这种神 你不想亲 你就是怕 完全就是怕 可是我们的神 叫我们跟他同行 不是强迫我们跟他走 这是一个恩典 这是一个祝福 这是一个爱 所以我们在这里 讲到这个奇异恩典 受造的人 竟然能够跟造他的神同行 他给我们恩典 赦免 他宽恕我们的罪 他不纪念我们的恶 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 对待我们 他肯恩待我们 这些都已经叫我们感恩不尽了 那更何况 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同行 所以当我们讲到 跟神同行的时候 那我真的希望神 神能够把那个喜乐 把那个活泼的信心给我们 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件多大的事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 这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 他主动的愿意跟人建立关系 乐意与人同住 乐意与人同行 神是一个这样子的神 那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个学校 去修一个课 这个大家不记得 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 Brother Ernest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他们修课以前 都会去请教学长 看看这个老师好不好混 对不对 你们记不记得他讲过那个故事 是会痛宅的呢 还是很kind的呢 是上课可以学到很多的呢 还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 他说他那时候去选了一个课 他说那个学长跟他讲说 这个老师好得不得了 他最后给成绩的时候 是问你说你要什么 你要A他就给A 你要B他就给B 他简直不敢相信 有这样子的老师 所以他就去修课了 就修了那个课结束的时候 老师果然就一个一个叫来 他说你要什么 你要A OK You got it 他就给你A 那这种老师就是课 就学生就一大堆 因为太松了 那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讲说 当你要去接触一个老师也好 接触一个老板也好 或是接触一个特殊人物也好 你一定很希望对他有点了解 那圣经上在这里 介绍这位神的时候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 这位神满了爱 他虽然是公义圣洁的神 但是他非常喜欢跟我们同住 愿意跟我们同行的神 所以你要认识我们的神 是怎样的神 神的所事 那认识他的性情以后呢 你在亲近神 与神同行的事情上 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个 要苦念的功夫 那是一个佛家要修行的境界 能够达到我跟神合一 这个晚安时的天人合一 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操练 一个理想的境界 然后要很辛苦地达到 它是一个应许 这是他的性情 他愿意跟我们同住 那第二个 在这里讲到人特殊的受造 让人跟神之间 会有这样子特殊的关系 那这个在我们第一次讲 这个人受造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其实曾经提过 在这里说到独独人受神的托付 来管理权地 对不起 我今天这个纲压上忘了画线了 所以没有blank 所以今天全部都有答案 所以你们很舒服 不需要填 第一个 讲到独独人受神的托付 来管理权地 让人可以替神执掌权品于地 那你发现今天在这个旧造的世界里面 人争权夺利 那政治上有政治上的争权 公司有公司的politics 那原谅我说人际之间 常常都有这种所谓的politics 想要争权 连教会里面都有 但是我们却发现说 人在这里争权 却忽略了神受给人权柄 替他管理这个地 我们可以在祷告中 执掌他的权柄 我们人属灵的时候 能够叫天地听我们的 那这是人独特的受造 神把天中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 海里的鱼 还有各样的这种昆虫 这些都交在人的手里 叫人来管理 这是神给人的权柄 所以今天教会光场队的时候 光景队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神执掌权柄的 当我们祷告叫天开 天可以开 当我们祷告要叫天关 地就可以三年零六个月 天就不下雨 这是以利亚 然后他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第二个讲到独独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那就是讲到只有人可以像神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神儿子成为我们的生命 然后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那么第三个 独独人有灵 我就提这三个很重要点 已经不得了了 你会发现我们人特殊的受造 特殊的价值 独独人有灵 成了有灵的活人 让人可以跟神交通 可以跟神同行 所以我们说过 你从来不会看到一只狗 一只猫跑到教会 想要去worship 你在那里带诗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狗跑进来 很高兴地举手 或是爬在地上 它不会的 它们没有那种敬拜的本能 没有那种跟神交通的这种灵 存在 独独向人吹的一口气 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 活魂 让我们可以跟神之间 在灵里面交通 所以这里讲到人 只有人可以跟神同行 其他的受造之物 是被神眷顾 被神看守 神跟他们同在 但是同行跟同在又不一样 那是一个更深的 那是一个有交流的 万有都在神的同在中 对不对 因为神充满万有 所以猫狗这个什么动物 植物神都在 因为它充满万有 但是跟神同行跟同在又不一样 那是一个主观的经历 那是一个交流的经历 那是一个相互的经历 因为这是同行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好 那么第三个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跟神同行的生活 是特别蒙神悦纳的生活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 那里讲到 以若因着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识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 以先 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 请问神喜悦他什么 怎么证明 OK 好 所以我们跳到第三个大点 C的A点这个经文 就是创世纪第五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他说以若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马吐萨拉 以若生马吐萨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若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若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再世了 所以在二十四节 神把他取去之前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神把他接去之前 他已经得着了 神喜悦他的名证 所以你在创世纪第五章 你就找到答案了 神喜悦他是 喜悦他跟神同行 有三百年的时间 已落与神同行 所以在他被取去以前 他已经得着了 神喜悦他的名证 所以主流学老师 跟小朋友讲 主耶稣神跟他同行 他实在有讲不完的话 两个人舍不得分开 所以神就把他带回到天家去了 你也真是可以这样去揣摩 去体会他 真的是讲了 never enough 觉得很过瘾 跟他交通 有如人间的朋友 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 一路都跟神分享 他的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他通通可以跟神分享 神就跟他一路走 一路分享 以神同行三百年 到最后神就把他取去了 因为神实在太喜欢他 在地上居然能够找到一个 知心的朋友 我说我们常常都很喜欢 唱那个家人思选 知心的朋友 也只有在教会中 是知心的朋友 回到家 通通都忘记他了 受苦的时候 想到他 但是呢 我们只觉得 他是我知心的朋友 但是我们是不是 他知心的朋友 也在于我们 要不要跟他同行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与神同行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那刚刚 弟兄问了一个 很好的问题 就是这种 内似的生活 到底跟与神同行 超临与神同行 有什么不同 那他其实是有 很多重合的地方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讲到 建立跟神之间 那个真实的关系 那内似的生活呢 是特别 特别是注重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有一个扎根 在一个 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我们仍然 非常在乎 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花时间 来亲近神 来等候神 来学习 收回我们 纷乱的心思 这个游荡的心思 能够进到内室 能够跟主 好像有这种 面对面的 来朝见他 转向他 来瞻仰他荣美 来享受他肥干的 这种经历 比较是 种在向内的 比较种在 这种安静的 比较种在 那种 面对面的 那这是 从这个角度 来讲到 跟神的关系 那与神同行呢 就是你 你出道 营外也一样 不管是在 漫内 是在营外 你都跟神同行 你跟他之间 真的就是 常常活在 一个活泼的交通 跟连结的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 讲到 与神同行 的意义 就是说 他重点还不在于 你生活方式的改变 说 哎呀 我必须每天 要有早上 两个小时 晚上两个小时 我要进到 我的内室 要关上门 我要去亲近他 我什么事都不做 什么人都不可以 来打扰 那我不是说 这个不好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就很多人说 你没有稳定的内室 祷告生活 你基本上是没有 祷告生活 因为很多人会说 我随时都在祷告 但是要能够 进到那种境界 我随时都在祷告 常常要从 内室的操练开始的 要从稳定的 灵修生活开始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很注重 稳定的灵修生活 这是不可以少的 真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服事忙到一个地步 我们忽略了 那个不可少的事情 我们认为 我随时可以跟神交通 反正他是以马列丽 我随时可以跟他交通 但是你要有一个 真正成熟 稳定 深入 或是高层次的 这种跟神的相交 你一定要从 那个很稳定的 灵修生活开始 所以我知道教会 有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一大早起来 非常稳的灵修 一定读经 一定祷告 一定清静神 before开始 他们一天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跟神 操练跟神同行 主要还不是在 改变生活的方式 而是改变我们人 对神的态度 在这里因为 与神同行 最强调的两件事 真的应该是 画空格的 可以考你们 这个答案都出来了 第一个是什么 不要看 你们觉得跟神同行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好了 既然看到了就说吧 那我也不是说 我也不是说 我的答案一定是标准答案 我只是从这个角度 去体会它 就是了 可能有人 有更好的方式 来表达这个 那我是讲到 与神同行 他强调的不是 你的生活方式 时间怎么用 而是强调你跟神之间的 那个态度跟关系 因为与神同行 强调两件事情 一个我们跟神之间 同伴的关系 那同伴的关系 特别是讲到 我们跟神之间 这种像密友的关系 跟情谊 然后会让我们 很自然的 有一个持续的交通 你很容易就会想要 跟他交通 我记得我曾经 跟你们讲过一个老姊妹 其实就是你们 你们有认识的张师母 这个去年被主接去了 他说他在家里面 上楼主也跟着他 下楼去倒杯热水 主也跟着他 所以他有一天 都跟主撒娇 他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你知道你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神经病 其实当你真正在信心里面 跟神交通的时候 你发现神的同在 是很实在的 是很活泼的 是很甜蜜的 那我宁可希望 大家神经到这样子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不是想象出来的 它是一个真正 进入一个活泼的交通以后 你会觉得 有的时候累得不得了 你真的靠一两分钟 在主的胸前靠一靠 在他的面光中看看他 在跟他之间 被他的灵尽透 恢复一下 你一两分钟 你可以整个人重新得力的 真的 你也可以从一下子 一个很低落 很软弱的里面 一下子被提高起来 你甚至可以在一个 很失败 很灰心 很羞耻的里面 因为碰到他那个 不肯放你的爱 哎呀你一下子 整个人起来了 而且感恩得不得了 他不会让你忽略他 对你的宽恕 反而会让你更爱他 就是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用他的这个 就是用他的方式 来跟我们 encounter 来跟我们相遇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讲到同伴 因为就是很轻 那在这里 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创世纪十八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和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城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那我不晓得 大家读这个 是觉得那是亚伯拉罕 还是我们可以读出来 我们的神 其实是一个乐意 跟人分享 他的心事的神 只是他找不到 对的器皿 他只是找不到 可慕跟他分享的器皿 圣经上三次四次 提到亚伯拉罕 是神的朋友 我的朋友 亚伯拉罕 你看神真的在这里 他找到一个人 只要这个人 在乎神的统在 只要这个人 渴慕神的统在 只要这个人 活在神的统在中 你发现神 常常会有话对他说 当然我自己 也不希望把自己 讲得让大家误会 以为是很抽象的东西 很高的东西 很多的时候 像每一年教会的主题 或是这一系列 要讲什么东西 我常常就是花很多时间 跪在主的面前 我说主你要说什么 教会到了目前的阶段 下一个阶段 你要说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我们往哪里去 那常常很早 祷告的时候 主就告诉了 有的时候主没有说 就继续祷告 祷告到有一天 主突然说话的时候 你里面就很清楚 所以我自己 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的时候 当我花时间 为了明年 为了下一个阶段 祷告的时候 当神只要一说话 那一系列的信息 十几个题目 二十个题目 大概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就全部出来了 虽然内容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要怎么讲 几个大段 大概的方向是什么 就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出来 那我知道这个东西 不是我想出来的 因为我如果想出来的话 我就不会挣扎那么久 因为有时候 可能要等一两个月 主都没说话 一直祷告祷告祷告 祷告到他一出来的时候 就全部出来 那有的时候是比较晚出来 有的时候很早就出来 所以连上个月 东东都突然问我 说 余老师 明年是什么题目 我说 哈 才二月 你就问我明年什么题目 结果很稀奇的事情 其实我在一月份 就在为 今年 当然我这个题目 今年的题目 说成全圣徒 各经其实是去年七八月 祷告出来的 可是我今年一月 就在讲说 主啊 讲完成全圣徒 要讲什么 其实我一月里面 就有一点答案 你们大概已经知道 要讲什么了 所以他那天问我 我就告诉他 说我初步祷告是这个 其实我平常都要到 九月十月才会出来的 但是你就发现 当你跟神在这里 真正认真祷告的时候 其实神很多的事情想说 那我刚刚开始开工的时候 不是我开工 就是我们教会开工 九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人数比较少 我为每一个同工 个别祷告 个别祷告的时候 那时候神常常把一些 特别的话跟感觉 放在我的里面 就是我现在在为达君祷告 我在为他破解祷告 破解祷告 破解祷告的时候 主就让我突然里面 摸着他 可能目前一些属灵的情形 跟特别的需要 那有一些是好的 有一些是不好的 那外面都没讲过 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摸着 所以有时候就有一个 特别的负担为他祷告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 特别的恐惧 为他担心 有时候特别会有一些的 这个难过 为了教会 可能会因为他受到的伤害 所以在这样祷告 交通的里面 你发现那个不是你想象的 那真的就是在 他跟神交通之中 他会向我们显明的 或是或向左或向右 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 对不对 以赛亚书三十章讲的 我们的教师 他不再隐藏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是觉得在座 你们都信主这么多年 好 而且跟主的关系都很好 我就很希望 大家在这个点上 我们要继续操练 那我自己也在主人面前 也决定不敢松懈 因为这种东西 是你不敬畏神 或是你印着景象 不顺服的时候 他会失去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 我们大家都一起 在主人面前学 那这是一个同伴的关系 第二个讲到同工的关系 与神同行 也讲到在神的旨意上 你愿意全力以赴 跟神同心同行 所以在这里 我举的创世记 第六章第九节 罗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罗亚与神同行 然后希伯来书 讲到他的时候 十一章七节 罗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就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而来的义 所以你要晓得 罗亚在这里造方舟 他本身是一个 信心的举动 他需要造这么大的方舟 而且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 造出来的 被别人嘲笑 别人根本就在嘲笑他 干旱的日子 哪里有余呢 他要顺服 他要忍受别人的嘲笑 他要花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他因为与神同行 他知道这是神要做的 所以他就跟神同行 代价再大 他与神同行 嘲笑羞辱这么多 他还是与神同行 然后受到信心的熬念 他仍然在信心里面坚持 愿意与神同行 他相信神怎么说 事情会发生 这个叫做跟神同工 这个叫做成为 这个跟神同行的人 所以你在发现圣经里面 有一些也是很不容易的 像但依里跟他的三个朋友 在狸布贾丽莎的神像面前 他们不肯屈欺 结果被丢到火中 对不对 他们被捆绑了 被丢到火里面 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 他在火中锁链全托 然后没有火疗的味道 然后更惊讶的是 狸布贾丽莎说 不是丢进去三个吗 为什么我看到第四个 他说第四个好像人子 讲到人子在火念中 跟他们同行 因为他们先跟神同行 他们在神的旨意上不妥协 他们在神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期望上 他们不妥协 决定不跟神以外的偶像下拜 结果你就发现 神跟他们同在 是一个事实 在火焰中显出来 那在那个看不见的里面 其实神是跟他们同行的 所以摩西能够胜过旷野的挑战 能够胜过带三百万个人 这么艰难的旷野走四十年 一个最大的关键因素 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 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 这个看见让摩西与神同行 这个看见让摩西不妥协 这个看见让摩西再艰难 他还是走下去了 这个跟神同行 说到同伴的关系 亲密 同工的关系 我们忠诚 我们忠心到底 《奇事录》十四章第四节 也讲到西安山上 有十四万四千人 讲到站在西安的高峰 讲到得胜 我们下个礼拜要读 西伯来书 不再读离西米记 第十一章的时候 十一章 就讲到西安 就是讲到西安 西安 十四万四千人 说到那一般得胜者 站在西安的高峰山上 这一般人圣经上用一句 特别的话描述他们 就是高仰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随着 我们喜欢从爱的角度 从享受主的角度 讲说我们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我们的神 必与我们同去 对不对 特别耶稣亚记第一章 也是这么讲 我们喜欢讲神跟我同去 但是你要知道 真正跟神同行的时候 是高仰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随着 这是神同在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那么同共的关系 我又列了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 他说从此他的门徒中 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就因为主耶稣讲的那一段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 有我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在我的里面 这么宝贝的一个话 门徒们听不懂 很多人退去了 这话甚难 退去了 弟兄姊妹 从这一句的话里面 你要知道 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 有太多的人事物 可以把我们从这一条路上 把我们从一个 蒙福的光景里面 可以把我们从一个 荣耀的屠夫和使命上面 给我们淘汰掉 从此有很多人退去 那跟神同行的这件事 我们也可能退去 我们因为不信 或是轻看 或是小看这件事 而让我们退去了 所以在与神同行的实行上 我们很快地看几点 第一个点 讲到要在平凡的生活中 就可以操练 这就是以落给我们的榜样 刚刚读过了 圣经上特别讲到 他被神取去 这是很特殊的事 没有经过死亡被神取去 这是很特殊的事 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 因为神特别喜欢他 那他又告诉我们 神为什么特别喜欢他 因为在他取去以前 神已经有得到了 他喜悦的名证 这个名证呢 就从创世经里面告诉我们 是因为他跟神同行 而且不是一个偶尔的同行 是同行三百年 而这个同行呢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 并不是一个被带到修道院去的 而是生儿养女 特别把这句话加进来 换句话说 就是在我们最 routine 最平凡的生活里面 一样可以与神同行 这是圣经的笔法 特别highlight出来 特别要强调的 特别要让我们注意到的 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 是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 就来经历它的 就是像生儿养女 但是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很多人不生儿养女 还可以跟神同行 一生儿养女就同行不了了 对不对 正好相反 那以若呢 是在生儿养女的 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照样跟神同行 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讲说 在最平凡的生活中 可以跟神同行 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取代 主在他心中的地位 因为我们常常爱孩子 爱我们的儿女 胜于爱我们自己 所以当儿女一出来的时候 他就霸占我们的心 我们什么个心理都在孩子身上 在他的教育 在他的学习 在他的长大 在他的这个 所有的事情上 然后我们就把神给忘掉了 所以 隐若生儿养女 他不会因为生活的 这个平凡的事 琐碎的事 日常的生活 让他不能跟神同行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地上 没有一个人事物 可以取代主的地位 让他永远可以跟神同行 第二个 与主更亲 爱主更深的操练 这个信息我们在305 还是304讲过了 就是我们要积极争取 然后要利用独处的时间 常常跟神在圣灵中相会相交 那么重在多用这种亲近主 和主交通为祷告的目的与内容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祷告 但是我们的祷告里面 常常这个百分比 我们姑且把祷告只分两类 当然祷告有好几种 有征战的祷告 有戴求 有清静神的祷告 我们把它简单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亲近主的 就是重在交通的 跟神之间只有交通的祷告 另外一类是代求 为生病 为教会的肢体 为家人 为福音 为了属灵的征战 教会的需要 为了神家要盖会所 等等这些代求 这两种的祷告 我不晓得大家 你自己的比例中 是几比几 一半一半的有没有 金玉你在讲什么 你说你是多少 一半一半已经very good 我跟你说 真的 能够一半一半已经很好了 因为一般的基督徒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这种一无所求 只是为了亲近神 只是为了跟神交通的祷告 很少 绝大多数 百分之八九十可能 甚至不止 都是代求 早上起来 你说 主啊 我把今天交给你 希望你祝福我 希望你保守我平安 叫我不要遇见试探 这些都是求 对不对 那亲近神 是我完全不考虑 这些东西 我只是想说 主我在这里 早晨 我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我愿意在这里爱你 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让我这一天 再来经历你的同在 让我享受你 甚至都不用这些祷告 就是敞开心 享受他的同在 瞻仰他的荣美 对他倾心图一 说 主我爱你 主我需要你 我渴慕你 你会发现 这种的祷告 在我们中间 这个比率 占得太少了 那你要享受 跟神同在的话 多一点这样子的祷告 会帮助我们 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 而且多一点 这样子的祷告 会帮助我们的 带求 带导 更有效 因为你不是报告 你是真正跟神 在一个交通的里面 像亚伯拉罕 跟神之间的交通一样 他是有来有往的 因为你进入了 跟他的交通 进入了他的同在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急着先 为人事物祷告 你要操练跟神同行 操练与神同在的话 要常常跟他之间的 那个线是通的 跟他的关系是建立的 而在这样子一个建立 已经通的关系上 你在为所有的事情祷告 你会发现很容易 而且你容易摸着神的心 你也知道该怎么样 为对方祷告 为这样子的事情祷告 好 那最后一个 讲到让主具所谓的操练 就是怎么样 在一切属性的事情上 我们来认定他 来顺服他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与神同行 与神同在 重在两个关系 一个是同伴的关系 很亲密的 是重在交通 重在享受 重在爱里面的交流 所以我们讲到 要与主更亲 爱主更深 那另外一个是 讲到是同工的关系 那你就要学习 怎么样子 在神的旨意上 在他的主权上 在他的带领上 我能够让主居守卫 所以我就学习 要在一切属性的事情上 来认定他 来顺服他 所以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要问说 主啊 你觉得怎么样 到底什么是你要的 我到底应该往哪里去 你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 不是用WWJD吗 What would Jesus do 来提醒自己 主耶稣在同样的事情里面 你会怎么做 但是这个东西 跟学character是一样的 不能够离开生命的根基 不能够离开 跟主的关系 去讲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 他就是一个律法主义 你讲也是白讲的 这个如果你们 有在我们的这个 网站上面 这个灵修 那个叫什么 每日灵修 前两天 那个Didi Brad 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你们记不记得 就是有一个 这个driver 开车 看到前面 有一个开车很慢的男人 碰到这个黄灯 就停下来了 他就起得不得了 他就咬下窗户 大骂 甚至匕首次 就没想到 他坐到一半的时候 后面的警察过来 把他stop下来 把他带到警察局去 关了一个钟头以后 警察才出来跟他道歉 因为查好了他身家以后 发现这个人 没有犯什么罪 那警察来跟他道歉 就说 我原来以为 你这个车子是偷来的 因为你在车子后面挂的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怎么做 那我看到你那么凶 那样子对前面一个黄灯 停下来的大骂 匕首士 他认为这个车子是脏车 所以就把他给抓到警察局去了 结果一调查 他发现不是 所以你知道 你挂了那个牌子 可是人还是人 你还是你自己的 那个样子的话 连警察都会怀疑你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讲在生活中 让主居首位 每一个人都会说 要让主居首位 可是生活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怎么做 所以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 我们认定他 顺服他 常常都问他 美哀 主我可以吗 或是主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做 你要我怎么做 我该不该做 或是我什么时候去做 你常常这样认定他 你很自然就养成 跟他交通 跟他同行的习惯 但是呢 我再说 就跟祷告一样 关键是在于 把主摆对的位置 一定要在他的同在中 一定是要有祷告的对象 你再跟他交通 同样与神同行 不是只是养成一个习惯 自己以为在跟神同行 而是要用信心 来相信 来接受 来享受他的同在 那我想我们 因为今天开始的太晚了 我们要停了 晚上有聚会 有没有人有问题 没有 那我们有个祷告 就结束了 主啊在这么重要的 一个伟大的真理和救恩上 我们常常都觉得 我们何等的描效 何等的亏欠 也何等的贫穷 主啊 你把救恩做得 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主啊 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 不被仇敌蒙蔽 不被仇敌破坏 主啊 不管我们目前的光景是如何 主啊 你照着 你所为我们预备的 主啊 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 主啊 我们知道你乐意与我们同在 而且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但是你更渴望 我们能够在信心的里面 我们不光享受你的同在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让我们真成为你的好朋友 能够常常在爱中 在一个深的交通里面 我们跟你之间常有这样子的对话 主啊 你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同工 主啊 在你的职业 在你所要做的事上 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 能够真正的能够成为你的同伴 主我们谢谢你 把这样子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 生儿养女的世上 我们都可以来操练与你同行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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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